距離上一次的種族歧視、仇恨攻擊、黑人智商的恐怖事件只過了一個星期 跟我星期一一起的一樣 所有主流媒體都已經不再討論這個事情了 在美國死了幾個白人算什麼呢?對不對? 感恩節過了各大美國城市都出現了大量的搶劫還有偷竊事件 這些打砸牆帶來了什麼? 我們今天也可以稍微討論一下 還有最新的Omicorn 新冠肺炎的變異 全世界每個國家又要開始告訴自己的人民 繼續發瘋吧! 而且把自己關在家裡 我是Edan,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節目開始前我要先提醒一下大家 我們Kofi的會員現在已經超過100名的supporter了 現在就是加入這個會員的時候 很多人在問說左派的勢力這麼大 控制著十一住行育樂每個角落 我們到底要怎麼反擊? 首先就是我們的聲音一定要出去 我們一定要有聲音 你想要中國脫離獨裁嗎? 趕快加入我們的行業 你想要中國脫離獨裁嗎? 趕快加入我們的行列 你想要台灣越變越好嗎? 趕快加入我們的行列 我們現在報的是美國的新聞 但是各位要知道重要的不是這些新聞 重要的是怎麼看這些新聞 我們的聲音很小 但是是反擊的聲音 不要錯過這個反擊的機會 說實在的 我們非常需要你幫忙 我們需要各位的施捨 來抵抗左派的壓迫 我們現在在對付這個世界上 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國家 是現代的羅馬 我們在展示這個無恥的政權行為 我們能做到這些就是因為 有一群人願意資助我們 這些人是願意跟我們站在同一陣線的一群人 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建立的是一個文化價值觀 我們不只是在討論目前發生的事而已 而是要建立一個穩定 而且強壯的價值觀 很多華人來美國好幾年了 卻不知道美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美國憲法 美國文化 人權法案 一問三不知 我們有這個機會可以讓你更了解美國 讓你的小孩在青春期的時候問你 你就不會就是一問三不知了 所以各位請加入我們COFFEE的會員 幫助我們一起 抵抗邪惡的深層政府 還有建立正確的文化價值觀 各位有沒有看過楚門的世界 The Truman Show 這是一部1998的電影 主角楚門是金凱瑞飾演的 Jim Carrey 就是一個 真人的實境秀 然後後來他慢慢發現這一切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謊言 大概演到一半的時候 裡面那個導演 Christophe就被問到說 為什麼 Truman 沒有想過這一切都是假的呢 Christophe Let me ask you Why do you think that Truman has never come close to discovering the true nature of his world until now We accept the reality of the world with which we're presented It's as simple as that 這大概是好萊塢電影裡面說過最真實的一句話 我們只看到被呈現給我們看到的世界 我們的世界也是一樣被控制的 我們的眼睛也是一樣被控制的 跟楚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你的鄰居 你的同事 他們不是演員 沒有零什麼大電影的薪水 我們身邊的人就跟我們一樣 是一群被控制的一群人 另外一個不同就是 楚門是非自願的被拍攝的 我們絕大多數的人是自願被拍攝的 很明顯 我就是一個其中一個自願的對不對 被拍攝的 總之最相同的地方就是 我們所認知的事情 是被呈現給我們看的 我們沒有再去尋找事實 認清事實 跟事實互動 反應事實 我們所認知的事實其實是 別人呈現來給我們看的 我們透過一個螢幕 來認知這些人要我們了解的事實 我們跟螢幕互動的時間 遠遠超過我們跟其他人事物互動的時間 透過這個螢幕 我們可以選擇我們自己喜歡的導演 我們的Christoph 讓他來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要看什麼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常常不是一個事實 是一個被媒體扭曲過剪輯過的事實 例如像說 CNN MSNBC ABC CBS Twitter Facebook 他們展現他們要我們了解的事實 很多人就這個樣子接受了 這就是為什麼 上個星期 11月21號發生的恐怖攻擊 在這個星期就已經徹底被消失了 對於這些告訴我們故事的導演來說 沒有黑人至上恐怖攻擊開車撞死的人 這些都沒有發生 就算有 9天前跟9000年前一樣 9個小孩還在醫院裡被搶救 有一個小孩在搶救過程當中死去了 死亡人數上升到了6個人 這是一個多麼恐怖 多麼噁心的恐怖攻擊 大家在那邊遊行的時候 唱著聖誕節歌曲的時候 一個心理變態的人開著車 跟除草機一樣把人撵過 這麼變態的行為 你不能知道 因為左派的政治人物不想讓你知道 他們的目的不需要你知道 很多人說 左派媒體其實沒有這麼壞 這麼邪惡 他們是因為在乎收視率跟錢而已 如果這個說法是真的的話 這個新聞應該會持續播好幾個星期才對吧 但是他們就是邪惡的 他們的計劃很龐大 他們想要創造出來一個事實 一個可以無限支持他們政治目的 還有思想主義的事實 要你來相信 要人民來相信 但是這個新聞並不符合他們要的世界 所以他們就避重就輕了 寫下這個樣子的標題 CNN報導 夏沃克今天為了這件事情 莫哀 上個星期有一台車 穿過了聖誕節遊行 殺死了六個人造成多人受傷 而Car drove through 一輛車穿過 這是一台自動駕駛的特斯拉嗎 還是Disney卡通裡面會講話的那一種 因為除了這個以外 車子不會自己動 說一台車穿過遊行 就跟你在看棒球比賽的時候說 球棒打出了全雷達 或是手套接殺了打擊者一樣蠢 事實上就是那台車不是自己動的 是有一個人開著的 那個人的名字叫做Daryl Brooke 這個人有各式各樣的前科 包括暴力犯罪 還有猥褻兒童 但是這些都沒有辦法讓這個人進監獄 他也有動機 他犯下這個樣子的事情 的動機是什麼 我們或許永遠無法完全知道 除非我們自己去一趟監獄問他之類的 但是他的Facebook跟他的Twitter上面 充滿著 黑人至上 種族歧視的 BLM的推文 他自己還寫了 還有錄一堆喪心病狂的饒舌歌曲 說要來對這些白種人發動攻擊還有暴力 我們可以用這些資訊整理出來說 他就是一個喪心病狂的人 是一個邪惡的 是暴力的 跟種族主義絕對有關聯的 恐怖攻擊 但是在這些左派的人的眼裡 黑人是不會犯罪的 白人也是不可能被壓迫的 這是一個虛擬的貴族系統 要做出來一個 而且要我們認識的世界 他們要我們認為說 黑人的罪犯會被定罪 都是因為白人至上 種族的問題 我們把我們的權力全部給政府 政府讓這些人來搶奪我們 洛杉磯 我目前居住的城市 你連在外面吃飯都不行 你連在外面吃個炸雞 都會被持槍搶劫 我現在在外面吃過 today is a video coming out of los angeles california specifically off of melrose at a hot wings cafe now what we see here is just an innocent couple just sitting here dining trying to enjoy a nice afternoon off of the lovely and beautiful melrose avenue in la which is a beautiful street you know that used to be a lovely street to go shopping on and have a great time but apparently now as you can see it's changed a bit with these updated policies in these cities like i said we see an innocent couple here just trying to enjoy lunch and you see two hooded savages come from nowhere they look at this couple they circle around them and then you see one savage pull out a 30 clip looks like he has some type of handgun with a extended magazine which is definitely illegal in california so as you can see these criminals in california they do not adhere to any laws especially gun laws in california the state with the most strictest gun laws in the nation so as you can see you are also prohibited from carrying a firearm legally in california to protect yourself so as you can see in california you are either a victim or a criminal these people have no weapon to defend themselves even if they did it wouldn't be much use to them as they are caught off guard here um so this is just a crazy video as you can see um people can't even go shopping in high class areas anymore um you can see how casual this robbery is and you can even see how calm even the victims are as they give up their jewelry and belongings like it's no big deal and they go ahead and carry on with their day like nothing ever happened okay so you see what's going on in these liberal cities especially where they try to implement these mask mandates or they encourage people to come these establishments with masks on you know hiding their identities and all of a sudden people are getting robbed and assaulted left and right you don't know who's who and these assailants are getting off scot-free and getting away with this stuff okay so this is a crazy crime wave that is emerging nationwide especially in blue states so you guys be safe out there you let me know what you think go ahead and comment like subscribe dislike do whatever you want half man half tree peace 就兩個人在那邊吃飯而已耶然後醉飯就掏出了他們的槍指著你他們看起來也不緊張也不知道害不害怕這個就是當 廣東拉的生活方式搶劫是非常非常平常的 holiday shopping season kicked off toda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ecent high profile robberies and burglaries at stores and people on streets yeah so what's being done to keep you safe while shopping and what can you do to protect yourself 沒有錯搶劫已經變成一個稀疏平常的事了就連搶人綁架小孩都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秘密我們需要做到的事是教育小孩一直到學生可以認識自己一直到認識這個社會的事實之後才可以更加的保護他們他們才有能力去保護自己 這裡介紹一間參與拯救上千名兒童脫離人口販子脫離毒品以及雜亂的生活圈幫助他們建造家庭幫助他們找到工作幫助他們找到學校的一間公司這間公司的名字叫做 My ID 創辦人Judy他是一開始就支持著AI News的這個一間面膜公司他們的面膜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使用一種叫做Miracle Berry提煉出來的精華液製造而成 適用於各式各樣的皮膚品質就連敏感性皮膚都不會過敏男女老少都可以使用青春期的青春痘、蒼疤、油性皮膚、黑色素堆積這個產品可以把所有皮膚問題一網打盡 如果想跟我一樣已經快要40歲了還這樣子北跑跑又咪咪的話 現在馬上就去www.myid.life www.myid.life 購買他們的面膜套組 結帳的時候輸入AINews全部大寫就有超值的優惠 不但可以有高級的面膜套組還會獲得一套價值25美金的Miracle Berry的精華液的眼霜 而且只要使用AINews的折扣碼的人所有的利潤都會使用在拯救更多被人蛇集團控制而且傷害的兒童身上也會幫助到我們AINews的事工 這位慈善家的老闆Judy已經從事這個事工多年是一個非常值得信賴而且一直在付出的一個公司 現在馬上就去www.myid.life 購買一套他們的產品 保證使用後讓你自己年輕20歲喔 好現在回到我們今天的新聞 我們可以一天到晚怪民主黨、怪左派、怪這個世界、怪學校、怪950塊不抓的案件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出在家庭 只是沒有人願意承認 剛剛提到這些問題都是造成這個情況的一部分 這些都是衍生出來的邪惡 這些都是邪惡出來的果子 但是如果要追根究底的話 就是破碎的家庭 然後BOM為什麼可以這麼合理的打砸牆 因為他們要破壞的就是家庭核心 他們要破壞的就是以家庭為核心的體制 而且這不是只在這邊講一講而已 他們真的做到了 真正把這些事情做出來了 他們現在成功的摧毀了家庭核心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沒有家庭的人會變成什麼樣子 各位可以想一下 摧毀家庭的架構 還有整個傳統價值之後 一開始我們為了女權的運動摧毀了傳統家庭價值觀的架構之後 女人的生活變得更好了嗎 沒有 更多的罪犯的受害者反而都是女人 我們吹捧黑命貴的結果 黑人的命有變得更好嗎 沒有 反而更多的黑人死在暴力的幫派活平之中 我們把非法移民全面解放 有更多的城市接受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的生活變得更好了嗎 沒有 只有更多人偷渡 更多人來到美國只能做次等公民 更多人在偷渡的路上死亡 更多人被人蛇集團利用而已 更多小女生為了生活去賣淫 但是這些我們都不能真正的根除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做到調整家庭這件事 我們不能強調家庭 我們不能強調正常的家庭 經過了這一整年 我常常會想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支持左派的政策 支持摧毀家庭的核心價值 我自己得到的原因就是 這會把這些責任 這些過犯 這些罪孽 全部都放在這個個人的身上 當一個人去生了小孩之後 放棄了那個小孩 而去追求單身的生活 你就是在創造這些社會的問題 一個人 一個家庭要面對神的祝福 就必須要剛強起來 為了生活而奮鬥 但是 政府不想要你這麼做 不想要你變得剛強 不想要你起來奮鬥 他們想要你 變得更容易受傷 更易碎 更容易被傷害 認為自己無能為力 為自己的人生做決定 因為這個樣子 你才會把神給你的權力 權柄 能力 自由 完全的交給政府 讓政府當自己的王 讓政府當自己的主 我們的政府想要當我們的王 想要控制我們 控制我們的小孩 例如說教導什麼CRT 批判性種族理論 這個樣子的東西 在我們的小孩的教育裡面 如果你是父母的話 你反對的話 他們就可以把你抓起來 喬治亞州的 Granith County的校董會 又開會了 討論的內容也是 左派在推行的CRT 有兩名母親起來說 反對這個樣子的教材 就被抓起來了 不會吧 不是 不是 不 你不想玩那個遊戲 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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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看來你 OK Y Partner,就要不要和提起 有聽話 是非常正確的 起訴 I 友好 FORM SLOAT FORM SLOAT FORM STUART FORM STU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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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 STUART STUART FORM STUART STUART WIS STU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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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襲擊者是很可憐的 並不正確的 我認為他們是在我們做個例子 我認為他們是在努力離開父母 我明白為什麼我們剛開始的襲擊 但現在沒有需要 你看那個剪刀很危險 對不對 超危險的 集權的政府會使用各種的方法來拆散家庭 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要得到完全的服從 你如果不服從的話 你如果不願意當他們的奴隸的話 他們就會試圖洗腦你的小孩 讓你的小孩服從他們 但是各位可以想一個問題是 他們要你服從幹什麼 為什麼你的服從對於政府來說這麼重要 因為他們想要當你的神 最好的方法就是告訴你 你可以跟神一樣 你可以自己分辨善惡 就跟在伊甸園誘惑亞當跟夏娃的蛇一樣 他們會告訴你說你不一定會死啊 不但不會死 你還會跟神一樣 可以用自己的意念分辨善惡 但是他們不用 他們有特權 蛇有特權 他們比較高級 例如川普在疫情的時候 對中國大陸實行禁飛 川普的行為是屬於xenaphobic 排外主義 是歧視的 是有害的 但是 Omnicore的變異又突然發生了 對不對 拜登也說要禁飛這個從南非來的飛機 因為這是從南非發出來的 那這兩個有什麼不同呢 謝謝 謝謝 Before Joe Biden was president he said that COVID travel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countries were hysterical xenophobia and fear mongering so what changed? Well I would say first to put it in full context Peter what the president was critical of was the way that the former president put out I believe a xenophobic tweet and how he called what he called the coronavirus and who he directed it at. The president has not been critical of travel restrictions We have put those in place ourselves We put them in place ourselves in the spring But no he does not believe he believes we should follow the advice of health and medical experts That's exactly what he did And putting in place these restrictions over the weekend Oh Jen Psaki 原來不是政令是排外主義 而是宣布政令的方式才是真正的排外主義 如果各位還沒有發現的話就是同樣的事情 只要是他們的人做的就是正確的 只要是別人做的就一定是錯誤的 政府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他們可以幫你重新制定善惡 他們可以使用人造的法律來扭曲事實 使用政府的力量來制定善惡 使用警察來執行他們眼中的平等 一開始提到的案件在我Casha發生的慘案 是左派不願意聽到的也不願意看到的 所以就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這個不是我在指控他們 是他們自己說的 白宮發言人Jane Psaki說 我們有在關注這件事情啊 但是拜登日理萬機啊 這種小活動他還要去 不但會造成受害者的人不方便 還會造成總統大人不方便 死了六個人又怎樣對不對 死了小孩又怎樣 我們不需要在乎那些不重要的人 還有最後一件事 你剛才說這個案件 是指控這個案件 是記者的情況 在網里面消息 它們說被控告的 那樣子 發生在這裡 身體的案件 做了一件事 為了一個故事 要多數人 要多數歲 正在小孩 還沒遇到 為了誰這樣 還沒到 為了這位 為了 我會說 首先 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 我們想到這項區 认为这些人在沃沟沟,我们已经在关系。 现在政府已经在关系,我们都在看,人们在回复。 现在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时间。 这个是一个困难的时间。 这些时候,这些人会在关系。 这些人会在关系一个困难,需要很多资源, 需要拿到他们的资源, 这不是一个通过的事情,我们都在关系这个地方。 我们的关系我们都在关系区别的区别。 当然,我们心里在关系一个困难的事情, 它们在关系一个困难的时间。 沒有錯,這個世界上是有分重要的死人跟不重要的死人的 還記得George Floyd的葬禮嗎? 對不對,一個罪犯,他犯了一輩子的罪 一個吸毒把自己吸死的一個人 一個拿著槍頂著孕婦搶劫他的家人 Joe Biden在全美國的人都還因為疫情的緣故 幾乎不能舉行喪禮、葬禮、婚禮 家人住院都不能探訪 女人生小孩,家人都不能進醫院陪伴 老人要病死了,家人都不能去見最後一面的時候 他可以排除萬男去那個George Floyd的葬禮 但是一個黑命貴的支持者、黑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者 開著車撞死了六個人,還有其中一個是小孩 就太麻煩了 媒體控制著整個社會 政府控制著整個媒體 他們要的就是把自己當神來看待 他們要的就是你 變賣你的家產 全部交給政府 然後跟隨左派 當他們實力夠大的時候 他們就會用他們控制的警察制度 來消滅所有反對的聲音 很多人說 我們是不是激進份子啊? 我們在反對政府嗎? 我們在阻礙政府合一嗎? 還有人說我們想要促進暴力 我們想要促進暴動 其實不是的 我們只是希望人得到自由 而且得得更豐盛 不要相信陰謀論 不要相信主流媒體 網路上很多自稱是右派 自稱是保守派的人 說他們是愛國者 他們想要的其實 有可能也只是你的服從而已 只有自己去求證 自己親自去讀聖經 自己親自去了解的人 才可以當一個真正自由的人 或許你會認為說 聖經的教導 跟聖經的法律讓你不自由 但是有一件事情 你是絕對是自由的 就是你指甲的顏色 Nege News的指甲油使用的是 Tenfree的材質 在美國製造而成 是一間保守派基督徒的公司 無毒、快乾、顏色眾多 是這個指甲油最特別的地方 今年聖誕節 你不必再去送什麼Gift Card 沒有過節的感覺 又顯得沒誠意 今年聖誕節 他們還特別貼心的推出 Holiday Collection 跟Best Seller Collection 讓大家過節的時候更有氣氛 現在就去 www.nijila.com niigila.com 結帳的時候輸入折扣碼 AINews10 就可以享有10%的優惠 所以還在等什麼呢? 現在就馬上去購買吧! 感謝大家收看,我是Eden 別忘了晚上10點 繼續收看今天的看看留言吧!